各位同学,我们在这条影片看看放大率的情况 放大率,英文叫manification 我们用m来表示 m有两个计法 第一个计法就是用脏高除蜜高 第二个计法就是脏距除蜜距 两个都由脏起分子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脏大于物件 我们就会定义为放大率大于1 什么意思呢?我多说一点 首先看脏高除蜜高 你看到hi和ho 这个h的意思就是heighht i的意思就是image 这个意思就是脏的意思 所以合起分子 heighht的意思就是高 所以合起分子就是脏高 o的意思就是object 就是物件的意思 所以脏出来 你就会看到hi除了ho 另外一边之前说过的 脏距的意思就是脏与镜的距离 或者透镜的距离 另外u就是物件本身与镜的距离 那你就会有这两个定义 ok 好了 当你定义了之后 如果放大率大于1 即是脏高大于物高 或者脏距大于物距 那其实呢 如果大于1 算出来就是放大的 如果小于1 就会是宿小了 等于1 就是两个一样 那在你们学过的东西里面 有什么会等于1呢 其实有两个case case1 其实呢 就是平面镜 平面镜的像 和物件是大小相同的 平面镜 就会做到1了 case2 是什么呢 就是在突透镜里面 突透镜里面 突透镜里面 ok 当物件于2F的时候 这个像呢 都会在2F的 所以两个的物距和像距 就是我们的物距和像距 都一样 脏出来 就会是1了 那这个呢 就是个基本 好了 那我们看看 以下这条问题了 以下这条问题是什么呢 它说一个物件 高10cm 跟着在透镜前面 15cm 焦距 就告诉你10cm 好了 面对问题的时候 通常如果有这些资料呢 我们就会画了个焦距 先的 那当焦距是10cm 那就是说 这里呢 好 画靓点先 最紧要画净点 可以的话呢 就画净点 ok 好了 焦距是10cm 那焦距是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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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焦距是10cm的位置 好了 现在 在透镜前的15cm 那就是这个位置了 好了 高10cm 那看回这里 15cm是三大格 高是两大格 所以我可以看到有一個物件 就放在這裏 好 接著怎樣走呢 記住那幾條光線 如果穿過光芯方向就不變 好 你就看到這裏 接著會變成直線的 好 穿過光芯方向不變 好 你就會立即看到我們有這樣的情況 好 記住 把箭咀給它 第二條線是平衡主軸 先畫一條平衡主軸的線 好了 平衡主軸會怎樣走呢 就會穿過對面的F 好 記住放好間尺 你會看到穿過對面的F 就大約在這裏 好了 接著 你就會看到有個膠點 膠點就是你看到這裏 好 我們接著就動回來了 動回到這裏 記住用Undo一下 記住我們對著膠點 然後我就會看到有個象 我們順便形容這個象 你看到比較起來 象的性質 好了 我寫在這裏 好了 象的性質 你看到的 是很明顯放大了 很明顯放大了 很明顯放大了 因為我不需要靠延長的光線去找這個象 好了 當你找到的時候 我們就嘗試計算一下放大率 好了 我有兩個計法 第一個計法 M是等於 HI 除 HO 你看 HI 是多少 象有多高 這裏就會看到是22cm HI 就是22cm 物件的高就是10cm 除出來就是2.2cm 好了 看一下 如果我用另一個做法 M 亦都等於V 除U V 的意思就是密距 U 的意思是密距 V 的意思是密距 U 的意思是密距 好了 V 有多少呢 那你就看看 其實呢 這個距離就是V來的 12cm 30cm 大約是34cm左右 34cm U 是多少呢 34cm 除 15cm 34cm 除 15cm 我們按一按計算機 34cm 除 15cm 34cm 一除出來就大約2.6cm 2.26cm 你看到有少少出入 因為其實我們支筆有粗 有時格挖得不太正 結果就有少少出入 但你看到大致 其實是接近的 所以 你就會知道 咦 原來我們要兩個計法 只要福童畫得對 就OK的了 所以下面呢 我就計了給你看了 在上面處理了 希望這條片幫到大家了 OK 好了 各位同學 請你加油 OK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